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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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的结构很有趣的就是有三个反的形状 世界纪录可以打得最小是多少呢? 原来旧有的纪录就是用六十多个原子 六十多个原子不一定是同一种的原子 总之你就当那些原素是一个積木 把那些原子当積木这样砌 你可不可以迅从这些化学的特性? 令到绑出来的东西有个结的形状之余 它是不会自己压散自己的了 有时候你用的原素太大 或者你可以想象 现在你不是用一条绳去打结 你用一条真珠链去打结 那条珠链那些珠如果太大粒的时候 你都会影响到最后打出来的结有多大多小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那个原子多大多小多压榨呢? 和结出来的那些化学的那个结有多稳定呢? 是会决定到最后你成功打到一个多大多小 和多稳定的一个结出来 之前的记录也是由中国的专家去做出来的结果 就好像用了六十多个原子 砌成一个化学物去打了一个这样的结出来 现在最新的这个记录就被打破了 就好像只需要用到五十四个原子 是不是啊?台长 招提醒了 用五十四个原子 这些原子里面有用到 氧、phosphorus这种元素的原子 有用到黄金这种的原子 再有其他一些碳的结构来砌出来的 那出来其实就说原来很接近理论上的极限了 那现在用五十四个来打就破了建历市世界多久了 那说原来理论上似乎可以做到五十都可以的 但是暂时还没有人做到 那所以说呢 如果用我们地球上面 有可以我们自己搜到楼来的物质 打到出最小的一个结呢 我估呢 你用到原子、分子来去做尺度的话呢 这个应该就是 你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些更加小的物质 来打一个更加小的结的了 嗯 还有它这个实验呢 目标不是这样东西来的嘛 是一个意外来的嘛 其实在做什么就搞了这个样子出来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做化学的人或者做材料的人 或者现在呢 你发觉对于那些做生化研究的人呢 很喜欢研究打结的问题的 物理学家有一路人喜欢打结的问题 就是有些做基本粒子的人 曾经想尝试发展那个打结的理论 来去解释我们基本粒子世界 但是这个数学更加复杂 比起原理论更加复杂 所以那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一个主流 但是在那个生物化学里面 如果你能够了解到那些蛋白质 一条蛋白质的链 或者一两个蛋白质的分子 当你放手的时候 他怎样自己摁在一柱 他摁在一柱的时候 有时就像一张纸那样摁在一柱 有时就会甚至乎自己打结的 他究竟什么时候变成什么呢 就很视乎他这条东西本身的性质 就好像你如果贪得意 那些头发也是 有条头发脱了出来 你将它外面那一层刮一刮去 令到它原本很顺滑的头发表面 变成为被你刮花了 接着你一松手 整条头发就自己抡公虾 就变成了 那它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形状 就很视乎它外面那一阵东西 那些电池作用是怎样的 那其实那些化学元素也是一样的 上面很多的电子有多少层有多少粒 它对于外界是吸引多还是排斥多 是特性可以很不同 那所以你要了解整个分子上面 黏住的那些原子 它怎样自己抡公虾米摘成一块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其中关于那些蛋白质怎样摘来摘去 甚至乎最后影响到整个 它最后形成的那个烤素 或者形成了它的一个生物物质的表面 有什么特性呢 就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所以呢 可以讲到那些瘟疫啊 研发疫苗啊 究竟它有没有效呢 我们会用到那些什么人工智能科技 去探测一下那些蛋白质 怎样去摘叠 然后再探讨一下那个疫苗 或者那种的抗体 能不能有效地去抑制住 某一种的蛋白质外壳 这样就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技是一个很基本的数学问题 也可以是有一个很实际的生化形容 而对于化学来说 你制造一些材料 那怎样去将那些物质去 它能够自己自自动走位 形成某一种的形状呢? 你可不可以弄一些东西出来 它自己就变成一个很直信的一条长的链呢? 或者很自动就帮你挟一个 漩窝状的形状出来呢? 那究竟你那个化合物中间 加些什么 整个罪合物要怎么弄 就令到这个罪合物 可以自动帮你贡献到的形状出来呢? 那其实DNA也是这样的东西 DNA自动软曲 成为一个软弓坑 就是一个漩窝形状的东西 那我们很喜欢想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最基本的分子的排列 然后就可以令我们自动做了一件事 它自己会走位 摘成某一个形状呢? 那这个是横跨了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化学 甚至会用到人工智能啊 那些东西 甚至乎病毒啊 那些东西 完全是可以 都会很喜欢想这些摘疊啊 这些问题的 那当初这个研究小组呢 它其实不是希望去 硬硬为破纪录 而破纪录去做这个结出来的 它是想找一种罪合物出来 去整一条世界上最幼的金链 世界上最幼的金链 其实就是你用手怎么打呢? 都是不够幼的了 你会不会可以做了一条金的链 是纯粹只有一层 只有一条 就是由金的分子 一个连一个 连出一条链出来呢? 理论上可以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 很容易断 OK? 因为金和金之间 是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连结成为一个很长的罪合物的 碳反而还可以有 碳它自己的化学结构 那个电子结构还可以得 金是很难的 那你唯一想就是说 一粒金的元素 它如果很有力和我 黏到另一样东西 而那样东西很有能力 黏到另外一粒金的元素 跟着一路这样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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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你就有能力做到一个很长的 中间而是很有秩序的 就是有些金参集了在里面的一条金链 结果它在发明想企图找这件事的过程 找这些罪合物的过程之中 就发觉那些东西自己走 自己打了一个结出来 而那个结是比我们想象中实正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美丽的错误之下 就是有一个新的发现了 就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小的一个结 那就是这里都可以说多两句 它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它就有一堆轮的这些这样的元素在中间 就在一个结的核心那里 而外面这个轮呢 又会连结了一些金的元素 那外面呢 再会连结了其他一些 是属于Hydrocarbon 一些碳氢化合物有机的东西在里面 那中间就会是 用到氧 氢 碳 金 和氛这几个元素呢 就砌到一个这样的结出来 那如果你看这个图也很容易明白的 你看到Au那些是金 P应该是phosphorus 是的 O是什么呢? 氧 Oxygen 是的 其他没有写东西那些顶点 那些转弯角呢 很多时候是炭和一些氢在里面 那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是这样呢? 但是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构呢 就最能够减少了那些分子和分子之间的排斥力 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分子和一个分子之间呢 它越多排斥力的时候呢 你想把它绑成一个小的结就会越难了 你硬将它屈小一点呢? 它就断了 烂了 就是现在你又要小得来 它那些分子和分子之间互相压来压去的程度 是要是越少的 那你才有能力去弄到一个化学结构上面稳定的一个结 那就是在这里来说 就有少少误打误撞的 就是说多一次 这个这样的结的形状 它有个名字叫做 叫做TREFOIL T-R-E-F-O-I-L 一个这样结的形状 那在那个研究这些成结理论来说呢 它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结来的 好了 那这次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呢 为什么我们的基因会出现一个打结的状况 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呢? 嗯 那这样说 这里就未必纯粹是基因上的原因 这里甚至乎有人想到 跟生命繁显起源的一个问题 有时呢 这些这样的基因打结呢 令到它整个化学上 或者生化上可以扮演到另外一些功能 就是有人其中一个 我们很久之前探讨过 这个生命起源的问题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先有酵素 有蛋白质酵素 还是真的有这些RNA和DNA呢?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这些酵素呢 你那些DNA、RNA有效地再去繁显呢 又会是有障碍的 所以在那个生命演化里面 是有一种是好像 究竟有鸡鲜还是蛋鲜的问题去存在 其中一个学说就是说 如果那些RNA或者DNA 它自己打结 可以结成到一个特别的形状 它扮演到一个酵素的特色 来继续促使到其他生化的过程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理解到 后来这些这样的基本物质 怎样可以慢慢演化到 成为一些更加复杂 和一些更加龐大的生命系统 就是我会说 这个功能是那个上天去创造这些元素 就赋予到这些化学特性 你有了这些化学特性 它就会有这些这样的走位 走一块块打结的能力 跟着就会给到一些很独特的特性 出来去扮演 不容易扮演到其他功能 所以呢 这个东西 你可以多多少从演化的角度去理解 它中间没有一个意识在要去结成这些东西 但是当它结成这些东西的时候 竟然不打不撞是做了一些有用 可以令我们发展到一些更复杂的结构 的一些过程走出来 所以它的原理如何发生 就变成了值得研究 嗯 那在数学上也有这个not theory 有这个成结的理论 它其实是不是这个topology 作扮学的其中一个分支来的 算是的 那为什么刚才又提到 这些打结的竟然跟这些 物理学里面基本粒子的东西有关呢 因为我们很想了解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很基本的 基本的数学性质 已经能够决定到那个物质的基本性质 就是为什么我们世界上那些基本物质 一定要是这些夸克啊 一定要是这些钟微子啊 一定要是这些秒子啊 电子啊 一定要是这些这样的相互作用的一些戒指啊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的东西呢 为什么他们的质量要是这样的呢 有人就用超原理论这个方法来去想 哦 因为里面它都是一条绳来的 那个绳的不同震动模式就决定了他们的物理特性 这个是一个理论 到今时今日 不是真正可以很有效地解释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理论也没有什么发展 所以在这个理论发生的同时也有人想了 就是我不尝试用一条圆去怎么样震动来解释 那个物质的基本特性 我就用一个结来去解释 那个结就是去打一个 我们很知道的 那些结呢 你把它扭几扭呢 出来整个托迫特性会不同 会不会就由这些托迫的特性 就决定了它整个物理特性不同呢 那是一个假设来的 所以有人就尝试由那个托迫的那个数学来尝试 又去推导一个叫做打结理论 来去帮我们了解这个物质的特性 那当然又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我记得在小时候 有一个很简单的游戏要我们玩的 就是一条纸条 那条纸条就是 基本上是一条很长的长方形 一条的 你将它两边用一个胶纸粒 然后呢 再用另一条 你将一边扭完一扭的麻花 才再粒 你会发觉呢 你一只蚂蚁在上面走的时候 或者你用一个剪刀中间 把它剪开两边的时候 出来的结果会很不同 那个不同就是 往往就是你开头的时候 有扭了麻花扭了多少次 才粒上去的时候 就决定了它的特性不同 那个特性当然是一个托迫上的特性 会不会这件事是带来整个物理的特性 会有不同呢 那其实就一个 就是有人是会很尝试 在用这个理论去了解世界 那不过暂时就 没有什么新的 很惊人的发现可以找到出来 那这个我想后面有很多学问在这里 我说过这个出来 为什么突然间 就是我整出来 刚才那个Trival我们说过了 这个就是我在北丹的表里面 我见过很多次的 是 那为什么在人类里面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结呢 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那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就不够了 那我们都将来可能有机会的时候 就花点时间想想想 为什么会打结呢 我们下一次回来 就会讲讲这个 科学会的录 神秘的东西 神秘的东西 第一节 神秘的东西 2022神秘的东西 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 古怪事件 嗯? 那话说呢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就站起来出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那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那整机人都会死的 有很多网民在那里 就说 其实这个女人 就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叫Shakeshifter 蛤? 那几圖 你怎样看? 这东西 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东西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何我们今天 神秘的东西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 有些观众在看的呢 就并不是 我和阿几圖在那里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那里做节目的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真的 追紧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圖 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呢 就有人扮我们两个 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 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 就是这样 之后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 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不好意思 我和阿几圖 不好意思